這個看顏色、看見的質地都知道是春裝 我穿的這個是米色 手拿著這個是粉嫩的粉紅色 它大家拼色的字是相同的配搭 它除了一個寬鬆的版型 它是長袖款 不過材料是薄的 其實都看到分別 這個是寬鬆得薄的設計 它的甲圈部分都是比較寬鬆的 它的款式是做一個Ruffle腳位的設計 三腳的左右兩側配襯了索帶位 這個索帶位拉鬆了之後就是這樣的 它是橡筋位的造工 你看到非常寬鬆的 不過我現在穿這個顏色有點透 也比較薄身的 透身一點 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底 三腳的部分是放鬆了就是這樣的狀態 這個是有彈性的一個橡筋 左右兩邊有一個定口位 你可以索了之後做好起的狀態 這裡可以做少少微調 Ruffle的位置可以少少調節 左右兩邊這個帶位 我自己就不喜歡看到的 我喜歡屈了進去 但屈了進去也不會影響前腹的位置 它也是做少少泡泡的效果 整件衣服是長袖款 我摺起了少少 長袖款寬鬆的雙倍設計 我認為它也算是挺中性的 因為你這一種的Printz style 它是帶亮身的 它顏色是非常吸引的 平衡也挺漂亮 帶亮身的效果 其實布的質地也有少少亮亮的 新的效果 它拼色的設計 比較近是簡約的Printz 或者Printz 簡約的字的設計 但它在腳位的位置有Ruffle 所以好像我現在這樣 搭得比較斯文些 或者搭西褲 搭西褲的效果都是合適的 現在這個是淺色Tone的配搭 一會兒可以再搭另外一種分類給大家看看 搭上衣服的後腹給大家看看 彈性度也是非常之好 不過也是這個月有少少頭的 比較建議打底或者穿BRA TALK 這個是春裝 如果你再搭多個外套都是沒問題的 如果你自己喜歡搭Layer的話 喜歡搭外套 有些薄的外套款 這個就是casual型格的奴向 可能要換一下下身 因為都不同了 這個是比較casual 始終都是Printz的Style 你配合一些型格的外套 這個就是扯布 拼式的扯布外套 可能你就要換下身 配合一個casual的氛圍 看看自己喜歡哪一個的穿搭